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省是一个新兴的居住区 你在这里可以吃到来自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口味 你也可以听到来自祖国任何一个角落里边的方言 所以这个地方是华人聚居的地方解乡村的地方 虽然大家经常说这是一个N线城市 不管怎么样大家是离不开法拉省的 那么现在法拉省也越来越不安全了 昨天这半晚就有一位先生在路上突然被人通了一道 什么理由什么原因通他的也不知道 那么是谁通的更不知道了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消息 那么被通的人是谁呢也不知道 那你说有什么事在街上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注意安全的少出去走 那么在家里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你说在街上走不安全 那就少去走了 多待在家里呢 那这不前几天呢又有一个事情是发生在一栋大楼里面 明晨几点钟啊 两位华裔美女突然惊醒 一看我用枪子的头 这个真的很可怕呀 结果呢就是有三位黑人呢如私抢劫 那么枪队着他们把钱财交出来 这次发生在一个新修的一栋大楼里面 他们还有保安呢 据说那个保安是从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 而刚好发生事情的时候是晚上没有保安 那么据那个两位华裔小姐姐说呢 他们的那个门呢没有被破坏 就是自然进来的 然后他们其实还用那个链条那种像酒店那种锁的那有链子的那个链子被推开 然后到底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 他们这个大楼的保卫也是很森严的 那么真的都在想啊 这是祸同天降呢 都在说注意安全 但是怎么注意法呢 你怎么知道哪天你走在街上会不会通意到 你怎么知道哪天会有人跑到家里来抢劫呢 不过呢这种事情呢也不是经常发生 也不是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有这样的情况体现大家的注意 当然呢法拉森依然还是法拉森 依然是我们华人又爱又恨的恩怨程序 是我们华人的首都 那他的安全问题当然是我们堪忧啊 盼望着那么一天我们华人居住地 能够像犹太人居住的地区那么安全稳定 那就太棒了 也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